全文有片《彭佳慧年初就传婚变》当时他这样说。 金区歌后彭佳慧传出和金壮男在街头接吻。 五斜杠七两人又被拍到拥抱楼间十指紧扣并在车上待了一个多小时。 二十九分之五号两人约在超商前,彭佳慧被筑大包包出现,二人驱车前往南港区一处高级豪宅社区内,知道隔天凌晨二点都没离开。 而回顾彭佳慧的婚变传闻始于今年初,当时由于彭佳慧脸书长时间完全不见老公王批人,因而传出夫妻情感生变,而且即将签字离婚。 不过当时彭佳慧出面驳斥没这回事,乌龙报道并接受一周刊专访,强调老公也觉得很无聊。不过,回顾彭佳慧的专访,她并未信誓旦旦保证婚姻没问题,似乎没有把话说死,资逐字整理如下。 即时新闻中心美综合报道,彭佳慧今年初专访文字整理。 我不知道谁爆料的,但我不想随之起舞,什么叫新闻?明天过后就不是新闻了?我就做好自己的事,我相信无论如何,至少我面对媒体的时候,是一个专业歌手,至于我的家务事,要从脸书上去判断,则,那我po了跟孩子的互动,对吗?那是谁拍的? 很多东西,尤其夫妻之间,不是我说了,你就可以了解的,不是我告诉你怎么样,怎么样,你就可以完全了解。 至少我们都是很好的爸爸,很好的妈妈,面对孩子的时候,那我面对歌迷的时候,我也是一个很努力的歌手,至于私底下的事情,我把这件事情看成是大家对我的关心。 记者问,所以一切如常,我就是一般人呢?我就是跟一般人,彭转向一旁摄影师问,摄影师结婚了吗?哦,结婚了,我就是跟他们一样,一般人。 毕竟你是公众人物,老王,王批人,啃了,会不会? 我有跟他讲呀,他说好无聊,他不太会表示什么,我有跟他说不好意思,因为工作关系,那他已经当这个歌手的先生十几年了,他也大概会知道演艺圈,他不能完全体会,他也不是我,他知道我们的辛苦,但是他就选择了,只能哦,就这样。 我们清楚我们自己在做事吗?